最强四驱大盘点 哪一款才是你心目中的四驱之王 6.斯巴鲁DCCD对称全十四驱 这个让无数斯巴鲁彻迷为之疯狂的四驱系统 DCCD是斯巴鲁旗下最强的全十四驱系统 前后轮的差速限制可以自动或者任意改变 它也是目前全球仅有DCCD才可以做到的四驱系统 其实DCCD全十四驱系统与奥迪Quattro的绅士很相似 都是为了拉利赛而生 在1994年首次参加比赛 并在随后的三年里完成了对比赛可怕的统治 5.三菱超选四驱 三菱其实有两套很出名的四驱系统 一套适用在EVO身上带有拉利赛车血统的S-OX四驱系统 还有一套适用于山猫帕杰罗这样的硬牌越野车上的超选四驱系统 三菱帕杰罗当年夺得十二届达卡尔拉利赛冠军 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超远四驱越野性是如何了得了 四吉普木马人RubTrak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越野车之一 木马人配备了强大的RubTrak机械分14驱 它能够以电控差速锁锁定前后轴差速器 并拥有业界唯一的4比1低速分动箱 可将发动机扭矩放大4倍 当轮胎打滑时 可将最高达100%的扭矩分配给抓地力良好的轮胎 从而保证了它在任何复杂路况都能轻松通行 它是BBA三大豪华品牌里唯一没有机械式中央差速器的四驱 它的中央差速器采用电控多片离合器 并带电子辅助功能 它能快速改变前后轴的动力分配 简单的说 宝马X-Drive四驱结构更接近城市SUV的适时四驱 宝马X-Drive有着结构简单 重量轻 效率高等优点 所以宝马一向以运动来著称 在BBA中 最有驾驶乐趣的算是宝马的X-Drive 2.奔驰4MATIC 这套四驱系统如果要溯源的话 可以说它的早期是通过军规车模拟而来的 所以它的机械结构稳定和复杂路况通过性强 奔驰4MATIC其实是一个统称 奔驰旗下不是所有的车型都运用同一套四驱系统 而是根据不同价位不同层次的车型进行调整 这个四驱系统中最高端的当属奔驰G级 奔驰G级拥有纵制 发动机加三把锁加分动箱加低速四驱加电子四驱 它也堪称是地表最强的四驱模式 1.奥迪Quattro 提到四驱 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奥迪Quattro 甚至有人说无Quattro不奥迪 可见奥迪的四驱系统是有多强了 想当年 奥迪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连续称霸WRC 靠的就是Quattro四驱系统 该系统以机械自锁的托森式差速器为核心 它的前后轴扭矩分配灵活自如 如果说比操控性的话 纯机械的Quattro堪称是四驱之王 如果论机械全是四驱 奥迪Quattro也是当之无愧的鼻嘱